那這是天竺葵的一種 那有時候天竺葵有分有專門開花的跟葉子有香氣的 現在春天它剛好開花 它是芳香天竺葵 那如果你不知道它是什麼名字的話 有時候你可以這樣摸摸看 聞聞看 嗯,我聞到的是紫色薰衣草的味道 它不是薰衣草,它叫做薰衣草天竺葵 那薰衣草天竺葵它是歐洲香草 那它的味道有薰衣草的味道 一般種植的話可能主要是聞它的香味 直接用手摸來聞 或是欣賞它在春天開花 那一般不會特別來做其他的用途 但是就像我在芳香天竺葵有介紹過 它的葉子你也可以冰著拿來泡茶 就會有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 那既然說它是歐洲型的香草 在夏天的話你要半天日照 然後非夏天不炎熱的時候你可以全天日照 我們來看看它的樣子 那它是在春天開花 這個叫做薰衣草天竺葵 那些竺葵種類很多 像我之前介紹的是玫瑰天竺葵對不對 那還有薰衣草天竺葵 那另外一個我很喜歡的就是蘋果天竺葵 那這些都是芳香天竺葵的分支 大家好,你現在看到的是薰衣草天竺葵的特寫 薰衣草天竺葵的特寫 現在正好開白色的小花 平常的話是整顆就是像這樣天竺葵的葉子 它是天竺葵葉子裡面相對比較嬌小的品種 葉子這樣小小的大概就是一個銅板大小而已 那葉子摸起來也是毛毛的毛茸茸的 因為這就是避免水分流失 既然避免水分流失就代表不用給它太多的水 因為它已經自己有鎖水的功能了 我們來細看一下它的細節 看一下它的花的樣子 就走了 有些人有點… 好久不久 沒想到… 熊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